男人手上正拿着一把监狱的钥匙 就是牛奶盒中的这层薄膜 趁狱警不注意 将他贴在门口的密码锁上 等狱警戳完密码后 薄膜上便留下了他的指纹 将四个数字的排列组合全部罗列 逃离之道就在其中 最后把攒了许久的卫生纸塞进锁口内 一切准备就绪 男人要开始越狱了 他熟练地钻进了通风管道中 隔壁就是消防局 就在他换完消防服的一瞬间 门口突然火光冲天 是前来监狱的同伙引爆了一辆汽车 男人顺理成章地跟随着灭火队伍离开消防局 最后趁机坐上车子 扬长而去 对阿龙而言 越狱既是他的生活也是他的工作 为了帮助监狱完善安保系统 多年来他已经翻阅过了14座监狱 名气之大就连扑扑勒的人都要上门求助 为了关押那些国际上无法引渡的罪犯 他们打造了一套全新的监狱系统 但是并没有得到官方的知己 而是由私人出资建造 为此他们必须确定这座监狱绝对安全 没有一丝漏洞 在合伙人的煽动下 阿龙接受了这次挑战 临行前按照惯例 助手为他准备了假身份和植入性定位器 如果遇到无法解决的困难 和监狱长对上暗号就可以离开 阿龙准备好后刚一出门 意外就发生了 一堆人将其垫倒在地 最后更是精准地找到了阿龙身上的定位器 直接一刀将其取了出来 一刀镇定剂下去 阿龙瞬间不省人事 当他再次醒来的时候 自己已经身处在了透明的监控舱内 四周完全透明 每个动作都会被头顶的监控 看得一清二楚 最后阿龙被监狱长叫了过去 刚刚一系列的遭遇 已经让他意识到 这次任务并没有那么简单 于是他说出暗号 打算放弃任务 结果下一秒 这间只有一平米的全透明玻璃舱 就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监狱 头顶的监控球可以无死角地观察犯人的一举一动 周围更是布满了手持重武器的守卫 一旦有一丝一毫的风吹草动 不需要任何证据和理由 直接就可以将犯人就地格杀 在这种极端的环境下 就连阿龙这种曾经越遇过十四次的狠人也有些无力 在和监狱长谈完话以后 阿龙意识到自己中了圈套 想要离开这里只能靠自己 好在犯人中有个叫星格的头领对自己不错 于是二人配合演了一场次 先动手的阿龙很快就被带到了禁闭室内 而这正是计划里的一步 本想着从禁闭室入手逃离 结果下一秒 硕大的日光灯 直接刺激的阿龙睁不开眼 剧烈的高温让他根本无法观察和思考 只能靠触觉得出唯一的一个信息 那就是禁闭室的铁板下面 其实是空的 一个计划在阿龙的脑海里形成 他让星格想办法 为自己弄来一个圆形的金属片 但却不说做什么 星格也十分够意思 想到有一个地方就有这种金属片 那就是监狱长的办公室 于是他主动来到了办公室 而这也将他被抓的原因暴露出来 星格知道一个对警方很重要的证人 现在身在何处 监狱长还以为星格要交代 于是便递给他一张纸 让他在画上画出证人的位置 结果下一秒 被激怒的监狱长 直接让人把星格按在了水里 一片混乱中 星格趁机抠走了下水道口的金属封盖 看着对方如此卖力的帮忙 阿龙也十分感动 于是便将自己的真实身份告诉了星格 并承诺会带他一起越狱 将金属铁片打磨得十分光亮 最后二人再次找茬来到了禁闭室 利用日光灯的高温和金属片的反射 原本就年久失修的柳丁更是膨胀起来 一颗 两颗 四颗柳丁全部崩起 露出地板下的孔洞 阿龙用藏好的湿面包护住了监控 最后一下子钻进了孔洞内 随着密密麻麻的管道一路向上 本以为可以逃出生天 结果下一秒 一个塑料瓶 沾上两节断掉的眼镜 再轻轻将两个圆珠笔按在硬纸板上 一个简易的六分仪就制作完成了 别小看这个简陋的工具 它可是阿龙等人越狱的唯一希望 在这艘漂浮在大海之上的货轮监狱中 知晓方向才是逃出去的首要条件 星格为阿龙介绍了一个光头男 他的手上同样有监狱长想要的情报 于是阿龙以带他越狱的条件 把这个探索方向的任务交给了光头男 在和监狱长的交涉中 光头男要求想去能看见星星的地方做祷告 看着登上甲板的机会 他成功地测出了所处地点的精纬度 阿龙在上厕所的时候发现 水流旋转的方向是逆时针的 由此可见他们正处在北半球 而且一艘轮船的建造一定不会在风浪极大的海域上 因此加勒比海被排除掉 那么他们所处的地方 大概率就是摩洛哥海岸了 金格一听高兴坏了 因为摩洛哥正是他的地盘 于是二人现在唯一的任务 就是想办法将信息传递出去 而这还要归功于监狱长的帮忙 由于看不顺眼阿龙以及他经常自己作死 所以挨揍是免不了的 隔三差五就要被送到医生那里一次 在医生那里 阿龙看到了通讯设置 和一本有关医生医德的书籍 一番交涉后 阿龙成功靠着卖惨和不屈服的人格魅力感动了医生 对方也愿意帮助阿龙等人传递求救的信号 到了越狱这天 阿龙故意在监控下敲击起了玻璃 摩斯密码透露出 他们即将要从C区越狱 监狱长当今命令全部警卫到C区准备镇压暴乱 这一举动刚好中了阿龙的下怀 他带着星格和光头男在远离C区的地区展开了暴乱 薄弱的守备力量直接被他们掀翻 按照之前研究好的管道 仨人顺利逃脱 临走时还不忘给监狱长打声招呼 感觉被戏耍的监狱长愤怒不已 医生下令直接关闭了所有管道的入口 光头男牺牲了自己为他们拦住敌人 阿龙则是趁机去从起了电源 被排水口冲进了大海之中 只有星格一个人成功登上了前来接应他的直升机 犹豫了不到一秒 星格直接拎起机关枪和追击的守卫刚了起来 为阿龙登机赢得了时间 眼看着二人即将金蝉脱壳 可有仇不报哪里是英雄本色 一星人成功从监狱中逃了出来 而前来接应他们的 正是当天下达委托任务的探员 原来他就是星格的女儿 阿龙看到这一幕并没有生气 因为他从一开始就知道了想要害自己的真凶是谁 不得不说 姜还是老的辣 人还是老的猛 惹谁都不要惹老头 最后 辣人银尸一手 男人越狱十几年 一时失足 为了钱 带着兄弟来越狱 赶叫监狱换新天 告辞了